今天我們來到Gogoro S Performance的發表會 上個禮拜我們收到了一個邀請函長這樣 大家一直紛紛猜測這個上面會不會是快速道路咧 會不會有可能我們Gogoro出了黃牌呢 我們今天直接去一探究竟 結果接下來今天來到Gogoro S Performance的發表會 其實他們是發表兩台新車 分別是這一台我覺得蠻特別的 跟經典致敬的Gogoro S2 Caffe Racer 左邊這一台呢它是Gogoro S2的Adventure 它其實是專門給一些你想要騎車去一些比較艱辛的山路啊 十字路沙灘的這些用戶 其他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Limit Edition 它把這些防護的設備全部加裝上去 甚至還包了一個行李袋給你 讓你能騎著這一台Limit Edition去到更遠的地方 甚至帶來全身的家當一起出外旅行喔 以往大家對於S系列這種性能車款啊 都會認為是男生或是比較追求速度的人在騎的 正這一次發表的兩個新車款 讓更多的族群都能去駕馭這個S系列喔 第一台呢就是海莉自己最喜歡的Gogoro S2 Caffe Racer 它的車身呢是使用經典的這種深棕色 前面的面板使用那樣仿真皮革的材質 看得出來它是想要讓科技跟復古融合 向經典致敬 根本就是都會文青的必備款啊 還有這個綠色跑格風鏡啊 還有採用Airfloat的空氣坐墊 也是讓這次的Caffe Racer很欠買啊 第二台呢是Gogoro S2 Adventure 它根本就是一台輕型的越野車啦 它不只有高強度的合金材質打造了貨架 它的車身還增高了3公分 連石子路啊這種很崎嶇不平的道路都能輕鬆駕馭 而且它也搭配有Airfloat的空氣坐墊 它提供了高彈性的支撐 能有效去緩衝跟分散這個壓力 排除讓我們在這種Crawl Cra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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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awl的不平的路面這個不適感 最後最特別的就是這個 海力檬它直接命名為 離家出走專用車 呵呵呵呵呵呵呵 它其實是上面那台Gogoro S2 Adventure 它的特試版 叫做Tour Edition 它其實車上啊都很多造型架啊保護感 甚至連行李袋都幫你裝好了 而且還是防水的 所以一台車你就可以把行李裝一裝 直接浪跡天涯離家出走了啊 今天的新車發表可以看一下我最喜歡這一台 Google S2的Cafe Racer 其實看得出來它是像經典致敬 做一些復古的元素 像前面這個面板啊 做的有點像皮革的材質 還有它的這個坐墊也做得像咖啡色系 那整體呢是復古的感覺 尤其它這個後照鏡 不同於我們以往的後照鏡這樣 咚咚 兩根在這裡 要把它放在手法上 因為我們在一般駕馭的時候 可以更輕巧更方便地去觀察前後來車的狀況 我覺得今天這樣看起來最喜歡的就是這一台 Google S2這個車系應該是買得不錯 你看這次Google公司推出這麼多車系 去滿足更多不同的需求 大家喜歡哪一個車系趕快留言告訴我 不然你真的很喜歡Cafe Racer耶 好想把我的車換成這一台喔 我是女子車流的海莉 大家快點留言 訂閱 分享 掰掰